其實這一趟坐飛機啊就是歷經了重重的關卡 因為我們這種輪椅是沒辦法上飛機 因為飛機的走道非常的窄 所以必須換兩次輪椅 所以為了就是在中間不要再造成大家的困擾 盡量不去上廁所就不要讓這樣的情況發生 其實從起飛開始我的心情就一直很 就是有很多畫面回憶一直跑出來 就大三那一年我負責策劃我們的畢業旅行 然後畢業旅行的地點就是泰國 但沒有想到因為七月發生意外然後九月要處罰 所以連保證金都沒有拿回來 當時在醫院當中就是不斷看著同學們回來之後的 分享的照片啊然後影片啊然後聽他們講很多有趣的故事啊 那我雖然就是只能在旁邊聽著然後一起聽他們的分享 可是內心當中就一直很就一直很歐就覺得 如果我可以去該有多好 所以這一次能夠出發能夠成行就是有一種 把畢業旅行找回來的一種勇氣的一種冒險 幫助這場旅行就是我自己人生當中的一個畢業旅行 泰國行 出發 它就是賣熱門的 進入到冷氣頭 而且因為它在商場裡面就比較值得信賴的感覺 它比較值得信賴 平常是有多不值得信賴的便宜貨 就是可以跟那個黃我飄飄裙一樣可以變得熟一點的回來 不過這上面有一個20公分的傷口 那時候他們是把因為裡面的骨頭有碎掉 然後就把它打開然後把碎片調出來 然後再裝人工的進去 然後再灌藥 神經促進神經生長的藥 然後再把它封起來 泰式按摩 泰式按摩 。 到了 中文字幕置為福衍 。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